哈囉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支開箱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KUOALIT S 好 基本上來講 它的外觀就是 它既然就是那麼大 它沒有在其他一些外包裝這樣子 你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可能是一個斷皮夾之類的 好啦 雖然它也是一個錢包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 好 可以看到它的盒子是很神奇的 它是切斜的 那開的時候這個 ICOM要朝上 你如果朝下滑 全部東西都會掉出來 會像這樣 所以開的時候要小心點 好 那打開之後呢 它在盒子上面 這邊有他們 他們所謂CEO的一些話 而且英文的 就是大家自己翻譯一下 對 英文不是很好 那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裡面的東西嘛 好 那一開始看到的這一帳 就是我們錢包的主題 你可以看到它 感覺上來講 那個卡面就是信用卡的大小 那薄度呢 其實也是一樣的 非常的薄 那正面的部分 是有螢幕 那下面這邊是有充電點吧 之類的 那每一張 每一張錢包卡片上面 會有它自己的ID 那基本上來講 後續我們在用藍牙在臉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上面這個名稱 對 那因為這張是我們 幣圈的特製版 所以這邊上面有寫 BIG COWALLET 好 那你會覺得說 看起來 似乎 很有質感 對 沒有錯 好 好啦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好 那背面的部分 它有一個圈圈 那我之前 之前啊 剛打開的時候 我還以為這是NFC 我還一直拿手機去PO 其實基本上來講 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開機 開機的部分呢 呃 它沒有一個很明顯的鈕 它相對於一代 真的一點都不明顯 它卡裡面真的是平的 那你可能要用大拇指 稍微在 WALLET 下面這邊找一下 對 然後 就要大概摸一下 摸一下它那個 稍微有點凹進去的地方 就是在按鈕 非常的不好找 好 像這樣壓一下 好 我就跟你講HELLO 它這邊呢 因為它的英文字母 顯示上面比較特殊 那等一下在說明書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對照 那目前這張卡片我重置過了 所以它跟你講說要 需要 需要配對這樣 唉唷 好了 我們再來看看裡面還有什麼 我們有一張 說明書 對 說明書等一下再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這邊是 欸 應該是貼紙吧 對 還蠻生氣的 那再來這邊是那個 recover card 就是方便你去記憶說裡面的單字 嘿 好 那我們回來到 回來到說明書的部分 說明書基本上來講就是這樣 不要懷疑就是這樣而已 它沒有很好很好的說明書 也沒有多過圓對照 那我們先從 這一頁開始看 這一頁基本上來講呢 就是在跟你介紹說 欸 我們要怎麼充電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再來看一下裡面的配件 它配件非常的簡單 它左邊這邊是USB線 然後右邊這一邊是充電座 好 把它挖出來 它就像這樣小小的 嘿 它這邊有個 有個孔 好 那它放卡片的方式呢 是像這樣子 它這邊不是有兩個點嗎 這一邊跟這個箭頭的地方 把它輕輕的放進去 那充電孔在這邊 基本上來講就是 我也不知道這應該算哪一種 就是 Android手機最以前的那種孔 對 好 插下去就可以充電 那充電的時候 它靠大概我手指下一筆的這一邊 它會有紅紅的顯 就是顯示燈這樣子 那當然本體這邊還會 充電座本體還會發亮 好 那它會跟你講說 它充完一次電大概可以用三到四周 大概就是一個月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Create New Wallet 這一邊 它是跟你講說 它這邊提供的單字詞呢 它有分成三種難度 那有12的 18跟24的 那當然 你的主數越來越多難度就越高 啊 問題就是 不管你選擇哪一種 你自己就是要炒起來啦 這沒有辦法 那再來就是Recover and All Wallet 那這邊的部分 它就會需要Seed 對 那基本上來講 你就是一般錢包該有的功能 這當然都有 好 那再來換這邊 這邊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是正面耶 但是 但是 好 可能是個人開書的方式 都會覺得 應該這一頁要是正面 好那這邊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 這邊就有兩個QR Code 那 左邊是Enjoy 右邊是iOS 那這兩種我都有試過啦 確實掃描的時候 會下載它 它們的軟體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好 目前 這一台是送你的手機 好 型號不管 好 我們現在掃描到了 好 跟你講說 這是一個 Core Valley S 2018 App Store 好 那點下去之後 它會 欸 它居然是掃到iTune的 好 沒有關係 我們來直接搜尋一下好了 Core Valley S Core Valley S Core Valley S Core 你沒選好 Core Valley S 好 那這邊會有分層一代跟S 好 我們這邊要裝的是S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算 手機沒有下載掃描器 或者是掃QR Code 一直沒有成功 也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搜尋就好了 好 好 我們來開啟它 好 這進來之後 它會不停的顯示藍牙 想要連線的狀態 那 如果你是一開始安裝這個程式 它要跟你要求藍牙的開啟權限 那可能就是麻煩要給一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把這張卡片開機 雖然我每次都覺得它這樣傻啦傻啦的畫面 感覺很像壞掉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數字嘛 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就選擇這一張卡片 好 我們把它按 連結 嘿 它就這樣等一下 那這邊的部分呢 每一次重置完之後 重新連結這張卡片 它都有一個Pairing Password 那 記得把它抄起來 那 如果說來不及抄 還是說真的忘記了 後續是可以查得到的 它跟 它跟那個 24個 單字吃住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邊就跟它講說 好 我記起來了 那這邊它就會提示你 Press Button 就是按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我們要Recover 還原 那另外一個是Create 那我們先來Create好了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A 好 那這個時候像12格的時候 它就會像這樣顯示 可能要抄一下 那當你抄完了之後啊 如果你去按下說 好我已經抄完了 它就跟你講說 嘿 請你把剛剛那些數字全部加起來 好 那當我們加總完成的時候啊 就把結果填進去 那再 在 在驗證之前 我們必須先檢查 錢包 當前錢包 是不是有開著 它上面是不是有一個藍牙的連接圖示 如果沒有 恭喜你 請把 應用程式 就是這個APP 關掉之後 重開一次 對 因為它只要連線一中段 接下來的驗證 就沒有辦法完全的執行 它只會跑在 它只會卡到 就是跑到28%就卡住了 對 那 非常神奇的是 這張卡片 非常容易自己斷電 如果沒有耐心 一直這樣按壓 開關鈕 讓它保持通電的 麻煩 請把 你的卡片 接上充電座 然後 讓它可以確實的充電 那這供電的部分 請不要使用 行動電源 那就是用一般 插座供電的方式 我們現在驗證一下 成功的話 它過28%就會開始跑 對 如果一開始就卡住了 真的 不要等它了 我們關掉重來吧 我們繼續按壓 讓它保持通電 對 這設計真的非常的神奇 你會發現到56%的時候 按 按一按 螢幕突然不會動 是因為它可能在處理中間一些資料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繼續壓它 好 後面就終於可以完成了 那 那 像這邊 目前在APP上面 我們有看到BITCOIN 跟 跟那個 EatGrid 那問題是在卡片上面 我們每一次壓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圖示是不一樣 像現在這個是BITCOIN 它這邊是ETH 那這邊是 萊特 這個是 Ripple 可能APP後面會更新吧 我也不曉得啦 對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APP上面有什麼 那一開始的時候是WALLET嘛 那每個WALLET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你的地址 那並且你可以幫它 取名 對 那至於我們怎麼新增這個地址呢 它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Add 然後它就可以不停的增加 不停的擴建地址 但是非常生氣的是 我們沒有辦法刪除地址 你可以分享 可以複製 可以新增 就是沒有辦法刪除 你除了把錢包還原的情況之下 不然這些地址就永遠跟著你 那如果說 我現在不想要BTC 我想要ETH 我就點它 就可以切換 那基本上它講 它上方就是提供一個QR Code 然後可以做一些掃瞄的動作 那再來這邊是Set 是發送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 基本上就是很傳統的交易介面啊 這沒什麼特別的 那一樣自己下面可以設定通行費 哇賽 那這邊一樣 它這裡如果你今天怕打錯 它也可以用掃瞄的方式做 就點這個類似掃瞄框的圖示 好那再來這邊的話 History 交易歷史 嘿 目前這張沒有任何東西 當然不會有什麼歷史啊 好再來 最後一個是Setting Setting的部分我覺得有點 不知道該怎麼講 好 好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慢慢看 就知道我想講什麼 那一樣 在點這些功能之前 請先把錢包開機 沒錯 還有關機了 好 那第一個是Pair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連接不是有一組 那個Password嗎 你如果忘記了 可以在這邊做查詢 嘿 那這邊會告訴你說 連接成功了 好 然後它才會顯示那個碼 那這個碼每一次在你重置錢包的時候都是新的 對 所以沒有錯 雖然現在各位看到這個我的碼 那只要我重置之後 這主編碼就又沒有用了 好 那再來 你可能在說明書 應該這樣講 一代上面是寫說 它一張卡可以支援三個裝置 就是同時連接三個裝置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多裝置的情況 可以在 Device management這邊 list 可以先去看到說你到底有哪一些 對 那目前這一台是 G3842 那如果你有別的啊 像我 之前用iPhone連貢 還有這樣一條一條 列在下面 那你如果今天取消那個裝置 就是點它 然後按刪除之類的 對 當然啦 當前裝置是沒有辦法刪的 好 那再來這邊會有一個 所謂A lot of new pairing 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那這邊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除了這一台裝置之外 我到底還可不可以再擴展 其他的裝置來連我的這張 錢包 那如果不行 就是把它關掉 好我們現在把它關掉 那至於說之前就已經連了 那我現在又把它關掉 那 就等於理論上是應該會保留啦 就是比如說連了兩台手機 那我關掉之後 就不會再有第三台加進來 等一下回去看一下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 CardManagement 那分別是 顯示完整地址 以及重置錢包 那重置錢包等一下 我們會 示範一下 對 那這邊還有一個Account 移除帳號 我是沒試過啦 Remove your account 欸 整個就被踢掉了 好 所以我們可能又要再連接一次 那可能跟重置卡片 蛤 這還滿 好 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啦 它的大意是說 它需要第一台 我們匹配過的裝置 不過就是當前這一台手機啊 欸 怎麼不給我臉呢 先把它關機好了 它這邊APP也跳出來 我現在重新進來 欸 它現在 哎呀 再重新進來一次 屢次停止運作 好像滿神奇的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下 setting這邊 可不可以連卡片 雖然我是覺得 喔好 它連接上了 終於連接上了 所以移除帳號的意義在哪裡 我也不是很清楚 應該說不知道差別啦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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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重新創建錢包吧 好 那我們可能重置卡片 對 所以看起來 Remove account是不能亂點的 那再來這邊的部分啊 它重設卡片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說 要在卡片上面進行驗證 好 那這邊也提示你說 沒有要Press button 我們按一下 好 然後它就重置了 就重新回來了 所以就是 可以再選它 然後再連接一次 那現在 這一次就會成功了 那一樣就是 它配發一個新的碼 那就是再跑一次剛剛流程 那麼這張卡片 就又可以再次的被使用了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張錢包 你不想要了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你今天就是想整個重來那麼 就重置它吧 對 那有的必有 是有 就是在跟別的必有在討論 這張的用法的時候 有提到說 好像 就算 今天你用 復原 等 等它一下好了 好 就算今天用Recover的方式來做 似乎 地址也不一樣 就是錢包地址也不一樣了 那關於這部分 我是覺得 如果說它在每一次啊 在生成新錢包的時候 都必定一定配發一個 就是 Bitcoin也配一個地址 那 ETH也配一個地址 那 確實 很有可能 每一次還原起來的錢包 地址 都會不一樣 對 那這部分 我就不再測試了 因為 說實在的 這樣一直連一直連 慢慢浪費時間了 好 總之 今這影片就是 關於我們的 QuoWallet S的介紹 對 它真的很棒 好 謝謝各位收看